电视频台迪卡日前出现了一篇文章 有网友转发一名原制女大生的IG线动 只见这名女大生前往寿司店用餐 把宠物手工放在酱料碟上 并且还在旁边写下寿司胖胖包 画面曝光之后是引起网友炮轰 直呼非常恶心这样子很不卫生 盘子要是没洗干净怎么办 去餐厅怎么可以把宠物放出来呢 对此寿司店曾经在24号透过脸书 发布声明回应说该消费者的行为 已经引发了卫生疑虑 造成公司的生育受损 各分店赶快的加强清洁 确保用餐安全 后续将会对消费者个人行为 所造成的伤育受损以及其他的损害 采取法律追究责任 而寿司兰27号再度发出声明 当时消费者已经致歉 但是行为有错 公司还是会提起民事诉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